时间过得很快 2021年剩下再一个多月就要画下据点 那农历年的部分是在明年的1月底到2月初 所以在这最后的一个紧要关头 台股还有爆发力吗 我想爆发力还蛮够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刚刚前面几端讲到 第一个这边来讲的话资金非常多 资金国际上的资金非常充裕 而且美元很强 但台币更强 这个资金看起来有流浪台股这样的味道 所以说这一波先架构在一个资金行情之下 那当然大家会担心说 这个我们目前的一个指数位置 离这个前波在7月份高点 18034其实不是很远 大概200点左右的一个距离 那200点说真的 也不会就是1%多左右的一个幅度 其实晃一下就上去了 那我认为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应该也不至于就马上去做一个往上冲关 慢慢去做一个往上走 指数呢 用一个盘间的一个方式 税部去做一个往上提升 所以说在一个资金行情之下来讲的话 那个做梦行情就非常有机会 所以这边指数震量往上 那个股呢 一样我们在一个不追高的前提之下 找前面讲到像几个多方的一个讯号码 第一个就是法人有买的 法人会不会去做明年第一季的账呢 我想做年底不重要 做年底很重要 因为这跟奖金有关系 那做明年第一季的账来讲的话 也是为明年的行情拉开一个序幕 所以这边这个国际股市 也是算是一个蛮强的一个走势之下 那美股呢还是一个持续在高档或是往上创高的过程当中 那我认为台股的部分 其实台北股台北股市来看的话 目前相较于雅股 其实是相对强势的哦 比中国强比这个日本韩国也强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台股目前搭上几个题材嘛 第一个像元宇宙啊 我们所提过的部分 那低轨卫星的部分 第三代半导体身电动车 我想这都是在本周 这个上个礼拜来讲的话 啊这股价相对都是各有表现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这边啊 这个拉回找到一个可以切入的机会 那当然好 这边来讲的话就技术面指数啊 为什么最近行情会是走出一个 比较税步往上涨 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指数位置 17,500点到18,000点之间 刚好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的一个套路区域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呃台股你说会有什么变数 我认为就是一个会震 它会往上多方格取 但是它也不会让你很开心 它是一个震荡 有时候会剧烈洗盘哦 可能5分钟跌了一两百点多可能哦 剧烈往上 剧烈洗盘之下的一个往上走 那前提就是这样子哦 不要出现一根 可能超过300点的中长黑之下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个昂金 有持续往上垫高的机会 毕竟目前的行情从10月初以来 16,100点附近 已经涨了将近1,600点到1,700点左右 这边哦 你不能说这边只是刚涨 但是它也的确有机会 是一个持续往上看 那我们至少先看到3月份吧 3月份中间有一段叫做农历年前后 那通常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一个封关 跟开往盘的行情 是发生在1月底跟2月初 这个农历年前后的部分 那这块来讲 我认为指数 有不会走的一个太弱的一个情况 那至于选股呢 我想指标股 我们先看几个这个 这个产业上 几个概念上的一个指标股 像宏达电 当然啦 元宇宙跟他有关系 那电动车呢 像康普美其嘛 上礼拜五表现都还不错 那低轨卫星来讲的话 像森达科 第三代半导体就汉磊 那这些指标股 我认为它可能涨高的部分 会进入盘整 但它不会中错 所以说在没有中错的情况之下 那下面后面 还没有涨到的个股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指标股来看的话 我们要观察的 观察只要是出现一个强势整理 高档整理 那代表说这个行情都还没有结束 那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往后 你看低轨卫星 可以看到谁 看到滑通 对不对 那像元宇宙 往后的往通相关的部分 像加折也是其中之一 那这样来讲的话 是不是都有机会 去做一个往上走高 所以说 在指标股没有转弱的前提之下 那大盘呢 只要没有出现一根 超过300点的中黑长黑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个行情 继续走出一个震荡偏多的走势 好 确实台股从低档反弹已经将近 1500到2000点一个幅度 这一波的强势 真的也令市场是相当的一个意外 那下个礼拜几短线来看 也进入到美国的感恩节 跟黑色新奇物 最近发现说 哇 肋骨轮动真的非常的快速 在下半周还轮动到叠深的 像面板 像部分的航军族群 所以上个礼拜这个类股的观察呢 好的 基本上来讲话 其实在这个台股部分 其实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提到 台股在完成了一个W的形态之后呢 原则上它都是一个多方的趋势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多方的趋势之下 我们就看支撑 支撑可以慢慢往上移 那每一个波段会有每一个波段支撑 那支撑只要没有跌破 原则上你都不要去预设高点 它就是一个多方控盘多方趋势 那目前极短线的支撑大概在11月11号 那边有个低点是17403 整数大概就17400啦 所以只要这个点位没有跌破的话 我认为这台股都是一个多方控盘 那当然你看之前美股四大指数都已经创高啦 那我们台股我认为跟上其实 1803是点照理说应该是要去做个突破啦 那当然像观众刚才讲 我也认为说这个行情一直往上走的话会震荡 尤其是短线急涨 你比如说急涨个三四天之后呢 它盘中一定会洗盘一定会震荡 而且它洗盘都是通常都非常剧烈 但是你看尾盘又都会拉起来 安全带要细好 对安全带要细好 就尽量来讲的话操作上不要追高 我是认为说操作上不要追高会比较好 那你在操作上可能就会比较稳定 风险也比较小 但是原则上来讲的话 现阶段都是偏多思考偏多操作 要不然你看哦 之前这样一涨起来 这波涨起来你在月线放空的 你在季线放空的到现在都死蛮惨的 因为都被嘎空 对不对 前阵子一直在讲嘎空股对不对 卷值比高的嘎空股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操作都喜欢反向思考 长多了就觉得看他不爽 然后就想去放空 那你看你看宏达店不爽怎么办 你可能一路就被嘎拉外太空了 真的被嘎拉外通 所以操作上我会建议大家顺势操作 现在是一个多方盘 那你不要追高 尽量拉回的时候你就是偏多思考 拉回去找买点 那观察指标当然也很简单 其实盘面上现在资金还是集中在元宇宙 旁空双雄低轨卫星这部分 那元宇宙来讲话其实这 应该说这一周下半周开始 他的股价开始有在修正 有在去缩短乖离修正乖离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稍微降温在月线或者你说降温到十字线附近 稍微震荡一下 量缩震荡一下 然后呢再攻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多方趋势其实会比较强哦 所以说你说可以观察一下宏达电 威胜 甚至你说像3508的位数 这个之前都非常强的都标出去 乖离很大的 这下半周开始稍微修正 我觉得是好事情 稍微降温之后累积一点能量 洗掉一点浮动的筹码 我觉得这对于他后市的表现会更好 那航空双九也一样 航空双九在这礼拜也是爆出天亮对不对 长龙行跟华行都爆出天亮 那短线上乖离也大 你看这乖离非常大 离十字线乖离都15%以上 都非常大了 那原则上稍微降温修正跟十字线的乖离之后 我认为对于他们后市会更强 其实我觉得航空双九还有机会再上去 因为在第四季来讲 他旺季的话 那然后现阶段因为海运的塞啊 所以航空都包机 所以我觉得他有机会上去 那滴轨卫星刚刚讲到也一样 涨多的不要追拉回找买点 那还可以观察说资金在这一周 既有轮动回电动车的迹象 那电动车要涨一定先涨电池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观察 车用电池的一个情况 好 今天非常感谢邀请两位赚照 那这个时候台北股市平创最近的高点 但是要提醒大家 继续安全带提防是多方的回马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